是吧? 是一個Google廣告 你可以 這個就不是一個Google廣告 它直接找 或者有更多的Advertising Network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就跟我說 John 我有做Google Display Network 為什麼不成功 為什麼不成功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Creative 可能他只是擺一張Static的Image 他那個東西是不懂得動的 這個Image 那他不夠吸引 不吸引就不成功 因為你的Creative很重要 很多人做不到Creative 他只是擺一張Static的Image 或者一個文字的廣告 在Display Network上出 所以他就會不成功 第一個原因 Creative失敗 第二個原因 他的Account Structure 他不懂得如何組織一個好的Campaign 來optimize 他一定要有好的Account Structure 例如 什麼叫做好的Account Structure 我開給你看 你一定要組織一個Campaign 有一個好的Account Structure 假設 我通常做一個Account 分成四個層 第一個層 就是你的國家 你是目標什麼國家 例如我目標是香港 我就香港 澳門 澳門 澳洲 澳洲 美國 第二就是分Language 繁體 簡體 英文 接著就看哪個PATFORM YouTube的PATFORM Search Advertising Mobile Network Display Network 接著再分一個Product 例如我這個Campaign 是推廣Seminar的 就講Seminar 有些去酒店的 可能賣房的 或者賣不同的東西 再分製作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Campaign 假設你是Target 五個國家 三種語言 透過五個PATFORM去出 再有五種不同的Product 你一個Campaign 你要有三百幾個 三百 五乘三 十五 十五乘三 就是七十五 二百二十 七十五 三百七十五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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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聽了答案 二十五 如果你能夠 分裂到 三百幾個Campaign 接著再看 每一個Campaign drive去你的 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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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ampaign structure 那是要很多年時間才能做到的 Campaign structure 我講事實 我免得你們浪費時間 你自己再試幾年都不行 那就不行了 那就不要了 好 第三個原因 就是很多人做了Campaign之後 他就不理了 他再沒有去optimize這個Campaign 我們要不斷去fine tune 去optimize這個Campaign 才可以 那為什麼不去optimize 其實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去optimize這個Campaign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第四個就是All of the Above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做 你選第四個都 All of the Above 所以你不成功是正常的 那 好了 香港很難 我先說第一件事 一個創作 好的Banner創作 很難找到一些人做一個好的Banner創作 不過不要緊 我可以介紹一個人給你 那個就是我 大家可以去Johnner.com slash Banner 看看 那這些就是我們做的Banner創作 他賣一個iPhone的App 那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創作 你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你的樣子如何 你的結果也必如何 你的樣子就是肥 是 是 是 就是你講到那個為止 應該多數都是一些產品是賣給大眾市場 就是買放 E-War 是酒店旅行等等 不错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做的那盆生意 就是客户是中小的老闆 很特定的目標 很特定的目標就是 搜尋公司就比較適合 搜尋是搜尋的 搜尋是文字廣告 如果你是賣超級市場 你要建立自己品牌 搜尋公司就比較適合 如果你賣一個網路應用 例如你想有人下載一個 手提電話 你可以賣手提電話 所以你是不同的生意 有不同的搜尋設定 不要緊 有人幫你就是Volternet和我 就是我們會談談 我們會做一個提案給你 你有多少預算 我們會推薦這些東西給你 有些人會說我可以做YouTube 我們會推薦給你 是怎樣做這個搜尋 這些就是我們的工作 做了很多東西給大家 每次聽我的課都是這樣的 回去頭暈暈的 不過不要緊 今天我特意請黃先生來 幫我們拍一些專業的影片 就是大家看完演唱會 買一個DVD可以重溫的 今次就不用看DVD了 我們直接把我這個影片 就放上我 或者Volternet的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回去看 可以提醒一下 黃先生你是哪個公司 萬眾傳播 萬眾傳播 大家可以Google或Yahoo 搜尋萬眾傳播 如果大家需要結婚 或者需要再結婚 需要再結婚 需要再結婚 再結婚都可以找黃先生幫忙拍片 如果拍片 網絡宣傳當然會很大 但是如果拍片 結婚再結婚的就找黃先生 現在 現在那些分布公司 是否做DVD 其實我們找黃先生 你等我先等你 你不要催我 其實我們拍完一個分布的短片 我們可以找Rotanet 幫你設計一個分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把你所有的短片放上去 接著去全世界 你的親友都看到的 可能你是全世界第一個 你逼死我了 先說re-marketing 甚麼是re-marketing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產品 我們做advertising 即是online marketing 不只是把自己的信息不斷宣傳 就是真正的marketing 可能要做一些網站的traffic analysis 和automization 我們一般傳統做 例如你買衣服 他會給了一張membership card 你填了自己的email 或者電話 或者地址 他會再寄一些東西 來retarget你的 他有甚麼promotion 八折 九折 希望你再回頭幫襯他的生意 但在網上的世界 那些人去到我網站之後走了 那我怎樣找回他呢 之前是不行的 但如果用了這個工具就可以了 list of users who previously visit your site 之前來過你網站的人 之前來過你網站的人 都可以讓你找回他 再target一個廣告給他 這個叫做re-marketing 那怎樣做呢 我們找出之前去過我網站的人 那怎樣做呢 例如我現在在一個酒店的網站 就是我有三種不同的房間的 最便宜的 business 和最貴的 是吧 那可能三種看不同的web page 是不同的人來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在三種不同的web page 那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google campaign audience OK 我們可以create一個叫做re-marketing list audience create and manage list 我create一個marketing list new audience 我舉個例子 visitors who visit luxury hotel 就是去看個luxury hotel這個page的 那我一ok save 那我這裡有個tag的 有一段code 我把這段code 放了下去 luxury hotel 那幾個page那裡 那電腦呢 就幫我記住了他 這幫人之前來過的 是吧 那你會發覺自己的re-marketing list 越來越大的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你見呢 visit了landing page 12000個 sign up了100個 這些全部 在他們的電腦上 我們都放了個cookies 下去 只要我 想再發一個新的marketing message 給這幫人 我隨時可以做得到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一般來說 在google的 的advertising 那個targeting option 就是 他 visit是relevant的 才會出的 就是 他是 看回酒店 你target的 酒店 他才會出的 如果你中了些re-marketing cookies 下去的電腦 他 只要你target回去 他看任何的東西 可能他看新聞的 和酒店完全無關的 你的廣告都有機會 在他面前再出現 而這幫人 去click你的廣告 機會更加大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visit過 你的網絡 你的廣告 你不斷追著他 他看新聞 就追著他 看遊戲就追著他 看汽車就追著他 不斷追著他 提醒你 我們有什麼offer 八折 你不來 七折 這件事很有用 例如我去年 我做母親節 很多人在網上 幫我訂了file 今年我可以再retarget這幫人 你回來有八折 優惠 我們可以找回之前 到了我們網站的人 可能去start up 買東西 或者純粹去visit 我們的網頁 我只要把cookies 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再 send一個marketing message 給這班 我們的target audience 這個就叫remarketing 很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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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你這樣 經常冤鬼 那這些是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一些advance的segmentation 就是可以怎樣做 你的remarketing 最簡單的 全部人來 我放一個remarketing cookies 在網站上 全部人一樣的 比較複雜些的 可能有不同的分路 你home page出了一個cookies conversion page出了一個cookies 或者有人放棄了shopping card 有一個cookies 那我們可以target 不同的人 send不同的市場 推廣訊息給這班人 這些比較複雜些少的 我們會幫你做的 不用擔心 問一問 他care cookies是沒有的 不過如果他不clear 我們最多可以放在他的電腦 540日 年紀的 就是怨理 怨理500幾天都可以的 可以做得到這個 這個產品 是今年4月才開啟的 就是開啟了5個月 簡單來說 例如我在Facebook 我有一個項目 我可以放個cookies 到我的Facebook項目 我就認住 這班人就 visit了Facebook 哪個項目 我就可以透過Google的content network 再target我的message 給這班人 這個為之remarketing 比較少人去用這個 我沒有時間 我待會再講youtube 再講youtube 給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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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